无人机在空中盘旋 每个方向定点飞行 再前往下一关 要维持等高等速才能降落 在从中这个考场 它基本上风比较不会那么的强劲 而且很适合一般的学员来做 七属的练习 然后现在这个考场 就是说将来成立之后 可以让考证可以训考合一 然后尽快地手机这个环境 那可以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环境里面 无人机运用广泛 考照人数增多 金融缺乏合格场地 考生要远赴万现市 从又影艺科技大学 和专业无人机公司 台序公司携手 筹办遥控无人机学术科 专业证照考场 日前交通部民航局 办理实地会堪认证 未来要考两公斤以下 无人机专业证照 在基隆就可以考试 那这部分的考场来讲的话 我们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由 民航局派遣考官来这边进行考试 那相关的这个报名的一些程序的话 都可以直接上我们民航局的 遥控无人机的管理资讯系统 那现在因为都是所谓的 一站式的服务 大家在那个管理资讯系统里面 去选择那个重用的这个考场 就可以进行报名 那那个报名之后 那时间到了就可以来这边做考试 考完之后也要请大家记得 如果就是顺利通过 顺利通过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个系统上面 再去做一个证照的申请 那这边的话我也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证照的申请都有一定的时效性 希望大家考完了之后 一定要记得提出申请 那如果说提出申请完了之后 我们会尽快的把证照做出来之后 以邮寄的方式寄给大家 基隆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地形环境 其实我们衣山傍海 那经常会有看到一些在山区走失 甚至在海上 那发生危难的这样的一个事故 那其实透过无人机的一个救灾救援 其实可以大大提升 就让人员在救灾上面的一个量能 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第一时间 那及时得到的一个救援的一个支持 所以这样的无人机在未来 不管是在救灾 或救护的相关的推动来讲 是一个很正面 来一个正向的一个方向 从幼科大筹备两年 终于获得认证 预计11月中旬就能上路 再进入就可以就进考试 是一大福音 无人机 我们本来的想法只是说 我们是影艺科技大学 那因为我们很多的表演 室外的表演非常大场的话 用无人机那个效果会非常好 那当然现在的话 我们成为这个考试的基地的话 除了我们影视表演演艺的表演 场外的表演以外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贡献扩大到 所谓市政府的相关市政机构 然后我们的消防队 比如说基隆的特色就是一山半海 然后很多地方 比如说有人去登山 然后迷失等等 这个都可以利用无人机 甚至于海巡署 未来我们可以扩大到海巡署 海巡署因为它要海巡的时候 它的人力物力受到极限 而且台湾的整个的沿海线太长了 那有无人机的话 这个效用也都很大 基隆第一座无人机考场诞生 对于推动无人机产业 在基隆发展有很大的注意 过去一年该场地 是无人机标准练习场 已经培育出许多学员 成为推广无人机产业的最佳基地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